在绵长的台湾西南海岸 常见滨海细湖 鲜明利用此天然环境 从事鱼捞养殖和晒岩等活动 今天我们将漫游 台南市西部滨海岩分地带的 雪甲、北门、江军及七谷地区 探访被法国米其林绿色指南 列为三星级文化景点及其他特色建筑 并体会岩乡风情背后的人文感动 南昆山戴天府又称吴府王爷庙 位于台南市北门区 是全台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王爷庙 南昆山戴天府所新建的大昆园 位于戴天府之西北侧 占地约六公顷 是由获得中华民国2000年建筑奖章的 汉保德教授所设计规划 是一座仿江南庭园式的山水园林 除了有优美的亭台楼阁 还有古色古香的闽南宫殿式传统建筑 园内的南昆山文史馆 除了介绍戴天府的历史外 并点藏与戴天府相关的文物史料 二楼则为艺术创作展示馆 位于北门区的台湾乌角病医疗纪念馆 原是乌角病之父王金河医师的诊所 已由文介会补助设置成地方文化馆 过去王金河诊所与邻近的北门渔诊所 及北门渔教会是医治乌角病的中心 除了免费提供乡民医疗协助 更是病患精神上的重要支柱 纪念馆除了保存台湾乌角病医疗的重要史料 记录王金河医师及教会的无私奉献与大爱 也见证了乌角病患的苦难岁月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北门游客中心 由北门洗涤盐工厂旧建物群中的西南侧仓库群所改建 外观仍保留着原工厂山墙斜屋顶造型 全馆有两大展示特色 第一是朴素画家洪通的艺术展墙 另一个是海鸥返北门抹香津标本区 游客中心并结合了辖区内的研业历史 诗地生态 宗教人文 地方产业 与文学艺术等观光资源 规划主题区介绍及多媒体互动区 来到北门游客中心 还可以顺道去附近的前来野杂货店逛逛 曾经是早期台盐研工福利社 如今利用当地废弃瓦片、贝壳、磕壳 改建为充满特色的建筑 里面的盐橘弹及三宝弹也极具特色 值得一试 新建于西元1818年的锦仔角瓦盘盐田 在清朝时期称为赖东盐厂 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 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瓦盘盐田 瓦盘盐田的底部是由碎瓦片铺成 呈现出马赛克拼贴般的美丽艺术图案 西元2002年台盐公司结束晒盐产业后 为保留台湾盐业的历史文化与原始风光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由2004年起在此进行盐滩地的复晒工作 让游客能体验传统挑盐、收盐的乐趣 并可以把自己晒的盐带回家哦 位于七谷区的台湾盐博物馆 盐堆状的外观格外有特色 远远望去就像两座白色金字塔树立在盐田里 是目前台湾唯一有关盐产业的主题博物馆 它的主要目的是保存台湾数百年的盐业文化资产 馆内有逼真的盐田风光 并展示着全台最丰富完整的盐业文物和史料 此外还能认识世界各地不同的采盐方式 而盐博馆内的盐咖啡口感特别 喜欢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尝试尝试 七谷盐山经过日治时期与二战后 政府的开发经营成为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晒盐厂 盐山主峰的盐是盐厂停产后所遗留下来的 是七谷观光地标 不成之海的福利可媲美死海 园区内还有嘟嘟车、游园解说导览 即水踏船、踩水车、沙滩车等好玩的设施 此外园区内多样化的盐业产品 让七谷盐山成为产业转型光光的一处代表 七谷盐山内的盐冰棒 酸、咸、甜、滋味无穷 你一定没尝过 安南区四草大众庙后方排水道 由树林育50年的原生红树林 形成一弯绿色隧道景观 搭乘竹排 漫游河道之上 不时可看见鹿丝、叶鹿或其他鸟类低空飞过 沿途会经过红树林保护区 可以看到水鼻仔、蓝鲤、海茄冬、红海蓝等植物 穿过红树林 只要睁大眼睛观察 你就会发现昭潮蟹与弹土鱼等泥滩地生物 向游客招手哦 黑面皮鹿生态保护区 位于台南市七谷区台江国家公园中 每年10月至1年4、5月 季节性候鸟黑面皮鹿 会从北方飞到保护区附近避寒过冬 近几年来台渡东的黑面皮鹿 已经有超过千只的数量 占全世界黑面皮鹿的一半以上 为全世界黑面皮鹿最重要的渡东地之一 每年10月至1年4、5月 是游客欣赏黑面皮鹿的最佳时期 在保护区内 还有一座黑面皮鹿生态展示馆 馆内有动态影片及黑面皮鹿生态介绍 帮助大家认识并亲近这种西游鸟类 进而了解七谷湿地环境和生态 中国人相信如果祖居盖在风水家的地点 可以兴旺后世子孙 在雪甲区新头港部落 有一个传说中的乌鸦洛阳宝石 据说光绪年间有一个地理师 告诉居住在此部落的吴氏族人 若将住宅建在这个好风水的地点 子孙将会飞黄腾达 果然住在第一排的吴星船 和第二排的吴乃战成为乡身 住在第三排的宫连珍 和第四排的吴修齐 吴尊贤昆仲及吴三连 在台湾政坛及商界 开创了号称台南邦的企业版图 云嘉南滨海湿地的自然景观 与历史人文 等待您细细品味 盐香美景 一同体验幸福久久的滋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